好声音明码标价一次转身50万 直到陈奕迅都出来爆料 我才知道这件事不简单了 2017年陈奕迅为了揭开好声音内幕 专门做了一席卧底 没想到节目组的水比他想象中还要深 某位选手曾爆料导师转身一次50万 想见声名额都是明码标价的 只要钱到位一切皆有可能 没以为这只是江湖传言 直至陈奕迅都出来爆料的时候 我才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紧接着而麦里就传出了导演的声音 只不过陈奕迅没理解导演的暗示 而这位选手也因美导师转身惨遭淘汰 可吃惊的是还没到一个月 陈奕迅便再次听见了这个选手的声音 这次导演没有暗示 直接明确告诉陈奕迅和纳英转身 事后陈奕迅跑去质问导演 可导演却说只是不希望眉莫人才而已 通过这件事也彻底含了陈奕迅的心 录完这一剧后便再也没担任过好声音导师 之后陈奕迅在节目上曝光了好声音的内幕 为此还遭到了纳英的炮轰 说他对节目不负责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不难理解 为何纳英能连续七年担任导师了 2022年好声音官选了导师阵容 其中廖昌永院长的加入令观众眼前一亮 不过节目录制过半时 廖院长却突然宣布 因为学校已经防控 宣布退出好声音的录制 可这样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离开好声音后 廖院长四处开花 先是接受了杨岚的采访 后来又带着学生在文语展览会上演出 另外拍摄歌曲MV 参加演出等等 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四处唱响了自己的好声音 于是有网友出来爆料 说柳院长退出是因为接受不了好声音的内幕 当然爆料的真假还值得商榷 可有意思的是 在李文街棒导师后 也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2022年9月28日 网络上流传出一段李文好声音现场发表的视频 之后李文社交媒体 请供所有关于好声音的内容 还特意写了一首寓意深远的诗歌 来赞美好声音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 万也能理解当初周深和妖杯那为何会被淘汰呢 就在前段时间 好声音又官宣了导师阵容 其中学之前的加入令人忍不住期待 不知道双方的合作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毕竟老薰可是单挑过资本的存在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赫兹一票 现在反而让赫兹进去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 请求 你们这个原因 找着任何一个人走 我辞去新推幻这个责任 我后来 就是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